嘿欢迎大家回收看无分师的游戏频道 我们今天有更多英雄连队3的铁十字战斗转播 要来跟大家一起看 那今天这场比赛是由林克投稿的 那在这个 我未能忘记这张地图叫什么 但对到这个property 在 应该算是蛮接近的程度吧 前一百我没记错的话 他有没有进到前几名过我有点忘记 但他目前不是 然后北非对美国这个组合最近可能会有点抗逆 我们会尽量多帮大家找一点英国跟国防的比赛 这个投稿的话我看也有人在留言提问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不太接受3v3跟4v4投稿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3v3 4v4基本上播报的时候的复杂度 就是发生的事情太多 所以基本上涵盖不来 最多就到2v2 那再来就是3v3跟4v4的战术呢 其实没有什么播报跟解说的必要 就是那些东西基本上就是大家发开心的 所以不用把它看得太认真 那尽量还是会以1v1为主 因为我觉得英雄年队3目前普遍游戏开发的程度 在玩家族群内部这个开发的程度还不算是太成熟 就是说像对比世纪帝国这一类的游戏 他们现在普遍前段的玩家犯错的比率还是蛮高的 就是大家都还没有搞懂实际目前的状况 那在平衡性改动上 英雄年队的族群是真的比较爱哭着草堂 所以平衡性改动上的幅度也一直都很大 所以玩家就会一直重新的适应游戏重玩 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熟悉 真的搞懂游戏的精髓的这个阶段会推迟的更晚 那目前RP系统出来之后 我相信大家熟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这个一样是走装甲连队北飞 可能是联合步兵也可能是叠爆吧 我觉得意大利步兵不太可能 刚刚这个骑捕车很可惜 一些简单的操作失误 没有杀到一台残血的摩托 这摩托的回血是 新增的能力吗 我不记得摩托以前有自我修复 现在看来摩托 这一版被NERF不能够倒车 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必要 但我目前普遍看起来摩托的问题 比吉普要小很多 这一版很明显吉普是做坏的 吉普我通常不太喜欢去讲平衡性什么东西坏掉 但是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在游戏刚出来的第一版跟 现在我在讲东西做坏的 普遍这些东西应该都是真的要有共识是坏掉的 不是特别喜欢去炒平衡性 但这个吉普直接从240能力砍到200是有点蠢 美军现在清一色玩装甲老兵成员 普遍应该是这个原因 吉普战力现在的性价比有点太高 凌克这个还算中规中矩一点 我们也没看过最恶心的是开双吉普 到这杀伤力看起来侦察兵可以在里面撑好一阵子 这个工兵除非有生火焰不然这个也是短时间内应该赶不走啊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当前阶段的时候双方的人力获取损失 凌克损失的人力稍微多一些获取是相当接近的 然后这边使用效率都很相当都很相近 说真的这个差这一点弹药也不是太大 所以是一个非常接近的开局 以冰种的状态来讲的话 目前的冰种强度是北非稍微强一些 但修整状况比较差 而且目前肉眼可见的部分是没有医疗的 修整后的话是北非的兵力比较强 但北非现在修整状况很差 这也是很早就预言过的正确打法 说真的现在我把花时间大概六七个小时把各个阵营都看过一遍了 把四个阵营都看了一遍了 四个阵营里面三个阵营基本上跟我前面讲的均衡打法的这种 预言预估已经相去不远了 国防二弓兵子弹开非常常见 然后美军的这个单弓兵铺枪开也非常常见 那这个吉普算是一个版本的例外 因为吉普就做坏了 所以目前普遍的使用率还是非常高的 这边讲一下就算没有老兵成员的吉普 可能也还是有一定的强度 目前没有人去试他是因为有老兵成员 吉普整个就是坏掉了 那我相信这个吉普的改动有可能是希望在装甲连以外 他也能够有上场的机会 毕竟原本占太多人力他又不能占点的话 很少上场的机会 但他有装甲连这个鬼东西他就不应该 不应该这样搞 那有一个吉普的修正方向是把装甲连的 应该说把一星吉普的占点能力拔掉就好了 就是不要让吉普是可以因为装甲连而占点 那让吉普在都不能占点的前提下有上场的这个机会 像登高车这样 灰狗进来之后吉普就掉了 那 照这样看的话北非当前的优势稍微又更大一些 灰狗的装甲车群进来但是血很残 北非没有办法太注重买雷因为是单工兵开局 呃抢这个反反步枪是对步枪兵也有一点伤啊 对 我觉得北非步兵装甲子弹兵跟Rifleman 其实两个都不太希望捡反反步枪 所以其实可以让北非捡回去没有关系 毕竟真正有威胁的部分是那个白灵弹 那他拿了这个之后也打不出白灵弹 是可以对你的轻装甲造成威胁 但是 总是要取舍一下 毕竟他也是自费武功 让自己的一对步兵单位在反人员的伤害 直接大幅下降 其实这个要是一对没有新的步枪兵是不会太 不会太有意见 主要是老练的步枪兵再去捡这个就 有点伤毕竟他快要朝恶心迈进了 凌克这边做了一个普遍版本不太认同的选择 就是开这个机械化战 正常升级普遍都是选步兵总部 那也看得出来联合起来的优势在哪里 优势非常大 首先多一个上位的火力补足了这个阶段的步兵缺乏的问题 因为你正在造车 然后 然后 这个 步兵升级的部分也跟 接下来的步兵就是 已经有的这三对两对步兵 是比较能够联动的 然后上位能够加快所有的步兵跟反反炼炮 这一类后来上场还有破炮这些单位的训练速度 他们拿到的经验值会变多 只要在上位附近作战的话 所以 普遍来看基本上全部都是选 这个步兵升级 很少选这个机械 维修点直接放在门口的这个人力点 蛮危险因为人力点拔的特别快 感觉不差这点距离的话是应该放油料那里比较好 这两个断点是很诱人的维修位置问题是太容易拔掉了 他拔的速度太快 所以这边维修点就损失了有点可惜 利用这个AA车的吸引 加上反反炼炮跟灰狗做了一个交换 做交换的话其实不赚 对 如果 灵克 下一份油料马上扣的时候就直接再补上灰狗 其实北飞的状态非常危险 打不出白灵弹牵制 反反炮只有一门 那面对两只灰狗 北飞不太可能去升级这个 反弹手雷 我看一下反弹手雷现在是不是自动 我有印象反弹手雷好像在某一版应该要改成自动 反弹手雷是自动的 那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不能太冲 但跟白灵弹不能比 因为射程没关系 灰狗差点挂了 那我有听说有人在抱怨灰狗反弹炮需要打三下才会死 人家都花了70弹要升装甲撤裙的 你有什么好抱怨的 这抱怨有点智障 对比一下北飞的巴伦跟这个国防的巴伦 420滴血是不需要升任何狗屁就已经是需要三发反弹炮 所以没有任何毛病 灰狗花完70弹要需要三发反弹炮才会死是很正常的 北飞的修整状况还是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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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医疗包不知道是忘记开了还是真的已经用过 这里选scott我觉得不是太好的选择 scott的冲击的能力没有灰狗那么好 如果是8轮的话 在打8轮的话 可能scott是好一点的选择 但我觉得对单反弹炮这个阵仗来讲 现在如果是两台灰狗的压制力会更强 scott需要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战斗的时候 去发挥他的白灵弹了 他的性价比才会高 目前双方好像都没有太多地雷的布置 美军情有可原 北飞的话我是觉得蛮需要地雷 那这个工兵一旦不在对方的视野内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考虑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他选的是扫射巡航的这个联合兵种 所以有可能他在归弹药 他不想用地雷 那但因为迟早要打18的 如果是霞飞冲锋 这两个状况你都非常需要地雷 乱用啊天哪 这个空袭技能现在还是反物质扫射啊 基本上打什么都痛 打车稍微划算一点 但是这个没有跟他的进攻波刺接上 所以Property这一个次的空袭比较可惜一点 没有起到想象中的效果 那这个白灵弹在 开始打之前DN刚好已经分散了 所以白灵弹其实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 有点可惜 收集情报花的时间可能太久了 像现在如果是两台灰狗 然后再进一台Skart的状态就很好 北飞这个单反坦枪单机枪的这个装甲子弹兵啊 生恶心非常恶心啊 对啊几乎没有东西可以阻止他啊 你用灰狗去看他被打爆啊 你用步兵去看他也是被打爆啊 北飞补上这个突击子弹兵之后 其实需要考虑一下步兵升级到底要不要 因为他在步兵的数量上是远不及盟军了 目前这个真的是非常军事的状态啊 VP可能差距大一点 但是伤害跟双方获取的资源量来讲非常接近 三号战车进场但是 盟军这边是双反反炮炎阎阵以待 应该会很通 哎呀迷死 反反炮炮没有打中 北飞只有一门反反炮啊 所以这个对不管是灰狗还是 Skart的威胁都没办法太大 北飞现在其实是有能力决胜的 这两台假车的维护力不是太重要啊 死了就死了 重点是3号要修满 他因为扣着空袭啊 其实在这个状态下是有 刚才是有机会决胜的 现在再多一台Skart会稍微难一点 呃这个跟空袭的道理有一点像啊 这一波白灵弹也是有一点点浪费的 有点嘲讽敌人来进攻的意味 但是就是有一点浪费 当然他弹药花的很少 所以这个浪费比较没有关系 白灵弹的使用时机最好也是在 决战要发生的当下 所以我觉得Skart的站位一直都比较尴尬 因为他射程真的不长 通常能够打出两发就不错 所以北飞的第二台三号战车也进来了 so much for peace and quiet 北飞可以考虑补一台马德 好 北飞可以考虑补一台马德 赛莫凡体可能也可以 就看他人力的無欲 馬德人力應該是花的稍微少人 這個時候花人力去升這個裝甲車 我覺得稍微浪費一些 我不知道這個科技的價格在平衡性改動之前 有沒有調低過 150人力是一樣的沒有變低 所以這個時候在油料這麼多的情況下 多花150人力在照這兩隻 應該說讓這兩隻裝甲車轉成機砲 有點可惜 他又拖了一隻反彈 把那個呼兵砲進來之後 直接丟下他 專注打掉反彈炮 暫停一下我們看一下 那靈克有升反彈手雷嗎 有有升反彈手雷 那這個局面其實還算穩 還可以撐一陣子不會太糟糕 喔彩雷 但可惜沒有炸到3號 3號這邊被瓢了一炮 所以霞飛還 其實很危險 霞飛真的不應該再前進了 也後退了 霞飛還是忍不住過來偷打 沒有他有兩台霞飛 所以能贏 加上這個反彈手雷 護槍兵犧牲自己 換來裝甲部隊的勝利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覺得 scot的性價比真的 不是那麼高啊 如果你已經開出灰狗 整體來講 scot其實 同樣的狀態下 如果剛才是灰狗的話 其實從頭到尾都能夠配合 這個霞飛的衝鋒 在實際作戰的時候 DPS也會比 scot高一些 所以 我覺得scot的位置有一點尷尬 而且林克爾這麼多彈藥 情況下灰狗的車頂的武林機 其實也可以撒下去 是 是會蠻噁心的 北飛的步兵不會這麼爽的 可以直接走到 反彈砲旁邊 然後把它 貼著臉色爛 所以 我覺得scot的問題 他還是一個蠻 蠻 特定情況好用的單位 他不像二代 我覺得二代的scot 比三代強很多 已經經過蠻多版的buff 但scot現在 以三代的這種作戰距離 跟遊戲節奏來說 他 他有一點跟不上節奏 然後 作戰距離有一點太短 如果有任何一個版本 會再把scot的射程 哪怕只有彈幕 稍微調長一點的話 都會好一些 然後再來是 有一個scot的問題 是他 不太吃灰狗的精準度 這種取射武器的精準度 基本上 沒什麼軟用 就是他永遠散射 所以 只有縮小散射能夠提高這種 取射武器的 就是命中 他沒有辦法像是直射武器 在提高命中率的情況下 就是鎖定目標 基本上是 千里追混蛋 那一發炮彈打出去 如果精準度減定是通過的 那就是百分之百命中 他會無視路上的所有障礙物 就是會打中那個目標 所以 一旦揮狗一星的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通信王嗎 我忘記那個技能叫什麼 偵察 偵觀測員 這個技能 這雅人的時候 Skart的連動性也很差 所以 我會覺得這兩台Skart 尤其是第一台 第二台Skart其實 是蠻不錯的補充 不管是投煙還是投 這個 白鈴彈都很強 但第一台Skart其實在那個交換局面 就是 灰狗換AA車的局面 其實是在補上一台灰狗 我覺得 對北飛的壓制力會更高 那 這一場比賽是真的 從頭到尾都咬得很近 我們看都已經遊戲結束了 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雙方的 實際的 這個差距 獲得人力很接近 所以全場來講 雙方的人口都維持在蠻接近 獲得彈藥不看 獲得油料也很接近 所以這個都非常接近 然後 看一下這個圖表的軍隊價值 在決戰之前其實北飛真的有一個蠻大的優勢期 就我講到中間其實就是差不多一兩台Skart的時候 那個兵種組成怎麼看都是北飛優勢 尤其是第二台三號戰車進來的時候 第一台三號戰車是 林克已經徹底做好準備 所以我覺得第一台三號戰車其實沒辦法發揮什麼 震撼價值 雙反坦對付一台三號是完全足夠 但是 等到他有兩台三號戰車 而且配合 手上握有空襲的時候 那是一個蠻大的威脅 他後來彈藥全部拿去升這個裝甲車 所以沒有空襲 但裝甲車也確實有發揮功效 增加的這個護甲值 讓他不會受到清兵器的傷害正面來講 然後 他的血量又可以幫忙三號吸收掉蠻多的炮彈 所以其實在衝鋒的時候 那個裝甲車的投資是沒有太糟糕 但是在這個轉換階段 就是他剛剛升級 裝甲車升級 然後 花彈藥 然後又花人力 在那個階段其實是不太 不太好 他最後拖運進來的步兵炮 這個選擇其實也 有一點糟糕 對 他其實如果最後拖運進來的這支單位 是拖這個耶格的話 最後這一波進攻可能會更強一點 尤其是那個耶格不要下車 就待在最後一台沒有升級的裝甲車上 裝甲車科技拿了之後那個血量就都升了 所以 他有沒有升自動炮呢 就沒有差 都是一樣的血量 都很耐打 只是差在被輕兵器打的時候 那個 裝甲車會 比起沒有升自動炮的裝甲車 死的稍微快一點 但在這種 整坨的裝甲衝鋒裡面我覺得 沒有差別 他只要能夠幫忙吸收掉幾發炮彈的傷害 分擔掉一點傷害就夠了 然後耶格在這個情況下幾乎是保證會達到一星人 那只要能夠出來白鱗彈 最後這一類的 霞飛衝鋒的狀況可能也都可以避免 這顆地雷我覺得沒有起到太大的功效 有點可惜 這顆地雷完全有可能炸毀 這場比賽就跟大家一起看到這邊 二十幾分鐘算是比較短一點 但是非常精彩 VP雖然沒有打完 但是從頭到尾雙方都咬得非常接近 任何一場決戰都有可能決定整場比賽的勝負手 所以非常精彩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這次的鐵十字戰鬥轉播 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這邊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